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继续常哥为你介绍 蔬果生食熟食的效果的分别 今天讲的是水果 上次已经讲了蔬菜 水果方面很多时候我们拿着水果就这样吃 因为生果很少整热 但是如果是秋天天气或者冷的时候 那些医师会介绍一些脾胃虚弱的人 你不要吃寒凉水果 你把它加热或者煮熟来吃 你就更加得益 不会觉得是寒的了 现在就讲一下这几样水果生熟的情况 首先要讲的是梨、雪梨 生食是清热降火 还可以醒走 熟食呢 我们很多时候都加冰糖、蜂蜜 去炖它 这个是可以润肺止咳的 先讲一下生的时候 它里面的可溶性 膳食纤维是很多的 同时也含有黄和酪化合物 我们生食自然是吸收更多的叶酸和维生素C 终于认为 生食这个梨可以清热降火 解渴润 喝梨汁还可以醒走 所以如果准备出外喝酒回来的朋友 不妨拿着一杯梨汁去解酒用 熟食方面 多数我们用来煲汤 我都介绍过 苹果、雪梨、熟瘦 给这个梦花果是很清润的 所以这个熟食的方法 你除了煲汤之外 可以用来煲汤 可以用来煲汤 我们介绍过 用来煲汤皮、杏仁和村辈 来煲汤一个雪梨 是化痰子咳用的 虽然熟食的雪梨 一定会破坏了一些维生素 但是它的可溶性纤维素和矿物质 仍然可以保留 所以熟食的梨可以生津止咳化痰 但是 这个是偏寒的水果 如果你的腸胃功能不太好 不要经常生吃 因为会令你吃了之后不舒服 所以最好就是熟食 同时如果你是有了 风寒而引起的咳嗽 有寒咳或痰咳 都不适宜吃生的梨 你可以用来吃 就有这个 润肺化痰的功效 另外一样水果就是苹果 苹果生食 可以通便降致 还可以防感冒 熟食可以保养你的肠胃 还能止射 所以在便秘止射方面都有功效 所以苹果真是一个很好的水果 大家都经常听到那句 一日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因为它有丰富的维生素C 有基酸 果胶和黄酮类这些化合物 那你生食的时候 就可以充分吸收 苹果里面的维生素 有基酸 果胶和黄酮类化合物 这些营养素 是可以帮我们足进腸道的鱼动 帮助排便 降血脂预防感冒 同时美国一项研究的成果表明 每日吃一个苹果 可以有效预防癌症 为什么不试试吃呢 如果熟食方面 当然部分的维生素就没有了 因为它不耐热 但它大部分的营养成分都可以保留 特别是经过煮过的果胶 它会起到一个呼吸的作用 就可以帮你止射 所以如果你的腸胃功能比较弱 时时都吐射的人 可以把苹果蒸了来吃 但是要提示大家 吃苹果最后是两餐之间吃最好 如果你吃熟的 不要蒸到它熟到那么紧 八九成熟就最好 如果要吃熟的 千万不要用油炸 因为会破坏大量的营养 而最后要介绍的是棗类 这个鲜棗生食的时候 可以补充维生素C 还可以随斑 熟食是可以补血健脾胃的 如果你生食 每100克的新鲜棗里面的维生素C 含量高到243毫克 是同等蕃茄维生素C的十多倍 因为100克的蕃茄 里面的维生素C含量才只有19毫克 同时这个鲜棗还有铁 铁 甲 维生素P 所以生食的时候 可以更多保留这些维生素C和P 这些是可以帮我们改善毛细血管壁的功能 还可以帮助消除皮肤上面的出血点 或者鱼斑 如果熟食方面 当然有很多维生素是因为不耐热而消失了 但是它的铁甲这些抗物质是保留的 所以熟食也可以起到补血的作用 蒸熟它的组更容易消化 所以对腸胃功能比较弱的人 最好将这些组蒸熟它来吃 或者加入汤里 加入粥里面 这是不错的健脾胃 帮助消化的食法 但是要提醒大家 组类含糖比较高 有糖尿的朋友不可以吃那么多 这三样水果生熟食熟各有不同功效 视乎你的需求而决定你如何吃 谢谢你们的收听